這個世界就是 我現在看到老美這樣玩下去 得離譜 是會更加離譜 因為他連自己盟友都玩死了 他連自己盟友都沒有面子給 這條老狐狸 白老頭就鼓掛一些 他就會一邊就哄著盟友 但是下面一邊就在生火 我想著什麼時候把盟友煎炒煮炸 除了蒸之外 還有什麼做法? 炸汁 炸乾炸正 炸汁 他們健康療化 健康食譜 不要搞這麼油膩 我拿他過來炸汁 喝乾了這些 剩下一層皮 我覺得他們兩個有些分別 我們就扯遠了 說到他們兩個沒有關係的老人家 兩個人家都很勤力的 八十多歲的人都爲了一份工作爭到這樣 差點要打架 要打架 這份工作是我的 你不要跟我爭 說回剛才校園那個事件 我也有一點點看法 我就懷疑是有人組織穿亂 好像六四那時候這樣的 是有一股勢力是要搞出來 搞大它 因為那些學生 幾間大學 連MIT 長春騰那幾間 哈佛都有人在動 還有同時間這麼多標語 這麼多的Banner 這麼有組織能力 會不會還有一些政治實力 包括現在美國的媒體都是這麼說的 說裡面是有一個 混合了一些不同的勢力在裡面 還有政治的影響 那我就高度懷疑 神又他 鬼又他 就是共和黨 共和黨在背後搞拜登 我們說這個叫成果為導向 現在拜魯陀是最嚴重的 我不抓他 禁主又要打我 每天都對著我 我抓他 就會選一選票 以為這個成果為導向 最大的利益就是誰呢 當然是共和黨 共和黨 好像黃毓民說的 那些年輕人要撩慶他們才會出來的 就是有人撩慶那些年輕人 那些手法我猜不到 有一個美國人是沒有雙重標準的 就是他的顏色革命 連自己人都可以這樣搞 這個標準就是這麼標準的 他沒有雙重的 他搞你另一個國家就這樣搞 他搞自己國家都是這樣搞 那這個看法呢 我是高度懷疑背後有一些成人 是有政治意圖 撩那些學生 撩慶他們 讓他們出來搞 搞到拜登 捱你拜登 要進去抓人 得罪那些年輕選票 那我這個推測不知道對不對 那麼大學Sir 你覺得有沒有什麼可能性呢 這個可能性很高 因為我沒有在現場看過 但是如果你這麼有組織性 我也聽到有一位巴籍人士出來的 就是他們不斷地在這裡宣傳 希望將這一隻鑊就煽給巴人 是吧 反猶主義 但是如果真的突離譜一出來去搞 他只可以暗中地去搞 要不然呢 就可能得罪那些金主 因為他背後都是魷魚仔的人 但是呢 就是不能夠排除的 因為大家去玩 我肯定是跟你玩得盡 你玩得我這麼盡 我肯定是動你了 是不是呢 現在兩腦相搏 有一件事 我不好意思打斷了 剛剛拍一聲 我想到一件事 我想到一件事 剛剛你說 你說很有可能 但是 共和黨或者特離譜 會不會考到金主的感受呢 甚至我覺得 金主是背後的策略 金主的背後策略 我看到一個觀點就是 現在出來示威那些清一色的 魷魚學生是回家 那個拉比就叫魷魚不要上課 他現在已經在線上上課了 就是說 不是兩幫在這裡對峙 那兩幫學生 魷魚 巴仔 你警察進去 一定是兩邊都要抓的 現在我發覺 有一個觀點在這裡 畫面是清一色的 全部是巴仔 拉出來全部是巴仔 那會不會 大約神提醒了一個 有一個可能性 金主放他搞 但是那些拉比就叫了那些學生 不要上課 因為過了一個叫pass over holiday 那個叫如月節 那一幫學生沒有上課 清一色是巴仔 如果整個我們陰謀一點看 金主共和黨 尿慶那些年輕人 但是叫了那些魷魚學生 不要上課 然後報警 911 把你那幫人打開 然後再重判幾個 巴仔學生 重判 重罪或者開罪學籍 或者由那些 金主控制企業出來表態 這幫123456789 全部不可能在華爾街工作 不可以在大型企業工作 那因為好過不讓他出來呢 大約神 你說這個陰謀論 成不成立呢 這個有可能 因為你看到裡面的 就是很清一色 是非魷魚人 非魷魚人 非魷魚人 全部都是 但是魷魚人內部 其實都有一幫人覺得 喂 你這樣做是很不對的 他們基本上是反對戰爭的 是吧 因為在和平的時代裡面 那你這樣做 其實是最好的一件事 你一次過清光了 說你圍過法 你做一些仇恨的事情 然後沒有事情給你做 一警百 不是一警百 不是一警百 全部都清光了 你以後就聽一聽話 你現在拘捕的是大部分人 你示威的人士 你是200至200人左右 100多個 很大規模的 你全部抓進去 會不會就馬上審 大家知道路面審得很快 是不是 用國家安全 是啊 香港那邊 萬條絲 要慢慢來 一步步 這些擺明是做我們世界 當年的法官 是不是 所以 這次一談 我覺得 處境所講的兩件事 是很大的機會 第一 就是背後有人插話 另外一件事 就是幕後金主 是英穩了 但是 我要去做了這件事 溝通了先 那 一石幾鳥 但是虎呢 就虎在民主黨那邊 那也都可以看 這次拜登的選情 是非常之不妙的 因為背後在金主覺得 你這樣搞法 我就沒得搞了 還有你現在看到拜登政府在清算 耳朵的某一些人士 包括一些部長級 有些人在前線戰場做事 那為什麼這樣做 我們在講莫名其妙 你這樣玩法 是什麼招數 真的不是很清楚 那可能兩邊都要做 所以現在 就 以前就說 突離譜是頭髮亂了 現在拜登沒有頭髮 都頭髮亂了 都不知道怎麼算好 是不是 大家都在做它 假裝強大 我覺得是唯一的方法 如果不然 就完全搞不定 還有這次如果這樣玩下去 我想整個美國 就那個撕裂會極之嚴重 還有 之前都提過一件事 就是把亞洲的族裔分開 你究竟是菲律賓裔 還是華裔 還是越南裔 韓裔 就是完全分開了 為什麼要分得這麼細緻呢 原因就是很簡單 我們看到內地 我分的時候 都是說 你是什麼人 我是什麼人 你填寫就行了 就是這麼簡單 但是老美分得這麼細 其實有一個原因 就是因為 他要進行更加強大的打擊 那會不會做這件事呢 我真的有些擔心的 現在這個榮警 其實不熬得多久的 我始終覺得 很多時候 我們看到它這麼強硬 正正是它最虛弱的時候 不知道是不是正確呢 阿朱經 答案給你 他現在是叫做 外勤中竿 其實我們計算婆娜數 都簡單 你拿了三十幾萬億 你只可以賣帳 你有什麼辦法 沒有任何辦法 循環借貸 已經借到循環了幾次 你無限輪迴 你再印不出來 你沒有人買的 你以前就說 我可以印銀子 印銀子就是有人買這個國債 但是現在這樣 外面不買的 只是美聯儲自己買 他不是左手印銀子 美聯儲印銀子出來 買這個國債 那些錢又回到美聯儲 就是這樣玩的 然後拿來給政府用 我覺得呢 今天我們講幾件事情 跟我們前幾集 包括我自己全機看世界 都有三個陰謀論 我就想總結一下 加上今天一個 第一個就是 蝦仔10月7號 偷襲魷魚國 那一件事是大家知道的 魷魚知道的 魷魚知道的 我不相信它三大情報機關 C字頭 M字頭 還有那個 摩字頭 三大情報機關都不知道 我覺得沒有可能 也是一個陰謀 是借這件事來起兵 出師有名 還有統一了 國內的民眾的對外 支持它開戰 第二個問題就是 普京音樂會那件事 未必是說不知道的 二點重重 俄羅斯在境內發生的 一群這樣的人 這麼多重型裝備 重型武器 而一早 老美都怕俄羅斯扮謀 自己出來 通知國民小心音樂會 近期不要去 有恐襲 但反而 俄羅斯 假裝看不到 你說這個是不是很可疑呢 那我就會覺得 這個也是一個音樂 犧牲過百多人 但換來一個 對你污仔 污名化了 所以接著 俄羅斯就窮追猛打 是你的了 人家有人認 我不認 你不認 不關你的事 是你也是你 什麼都是你 如果很多人認他 抓了一個債人 那叫他寫口供 大家知道 他們一輩子都不能出來 他們生與死就在 普京手上 叫你怎麼說 叫你賭誰 賭誰 他不跟香港 香港那些真的有自由 可以這麼說 俄羅斯 他抓了國家 全部 叫你講 你賭誰 教你講 你嘗試誰 誰收了一百萬努力 那張卡放在那裡 那張卡一百萬努力 就說你跌了 我覺得整個故事 政治面前 沒有correct way 沒有right way 只有only way 現在最後以成果的道向 普京是拿了彩 我是冤枉你的 烏仔你會嫌疑 一定有 因為那幫人在整個策劃的過程中 一定有些跟烏仔去 他有一些聯繫 但是烏仔不是主謀 烏仔不是主謀 背後的主謀 我會看是軍工科合體 他要keep這條仗打下去 而軍工科合體做這件事 普京就知道 let it happen 我犧牲了一百幾個人 但是換回來 你怎麼這麼快 這幫人又說 立刻可以上車走到 沒有人去圍剿他 而被他走到近俄羅斯 去俄羅斯 烏克蘭邊界 你再走前就是烏仔 你還不是烏仔 烏克蘭叫你來 他逃回路線都在那裡 全部報了點在那裡 一個都沒有放過 那今天剛剛 大學總結第三個國內工作 就是剛剛說的 這件大學校園事件 是背後 魷魚人 想一鑊打沉他們 一鑊打沉 將這些 激怒撩慶的那些年輕人出來 然後一鑊重判 以後就天下太平 他寧願一鑊這樣 他被你出來擺幾天 對魷魚人沒有影響 你擺一個校園 大家叫他很平衡 他又沒有這麼大三罷 他又沒有堆路障 他又沒有拉地鐵車門 對魷魚人 誰都沒有所謂 那就被他擺幾天 但是這件事 炒作 三個問題 我覺得世紀三大騙案 就是這三大 多謝大家的支持 記得訂閱 處境下世界 和大衛上的頻道 留言點贊 分享 看廣告 感謝大家的支持 拜拜 拜拜